阿南为己上任陆军大神 为何使得这几十头陆军中层军官如此兴奋 纷纷摩拳擦掌的准备着本土决战 对于坚决反对接受波斯坦公道的阿南大将 在1945年日本最长的一天 为什么会默认上牵头不甘投降的士兵一席皇宫呢 而这段尘封密使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逐渐被揭开 剑影将从1945年4月开始解析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卫生 各战场都转入全面反攻阶段 随着冲城岛战役的惨败 大和号也被打得涌沉海底 这就意味着 日方想要在海上战胜太平洋舰队已然不可能 可仍有许多好战分子叫嚣着打响本土保卫战 甚至穷途末路的高海要一一约碎 此时天皇把七巡高龄的陵墓冠太郎拉出来组建内阁 因此日方最后一届战事那个组建成功 其实就是一火当初战争的发动者 或者推动者聚在一起 商议投降还是顽抗到底 作为天皇心腹之一的阿南为己 则是那个陵军大臣的第一人选 他作为狂热战争分子 深受日方陵军的爱戴 阿南首先提出陆驻海从的方案 也就是陵军为主人 海军为侍从 不过这一时机器半层浪 本就不合的日方海陆两军 这自然得不到海军方面的同意 然而阿南却一盆冷水 浇到海军将领头上 自开战以来 目前国内外毫发无损的陵军将士 加起来还有近六百万头 试问海军还有哪一艘战舰 能够出去开打呢 你们都被美军打得只剩酷长了 还嚣张个锤子 双方为此吵得不欢而散 而就在高层对于试战 试详折战不已时 陵军总部的少壮军官却斗志昂扬 一度可就本土决战到底 但是呢 为了瓦解日方国人的意志 美方里没将军火攻东京就拉开了帷幕 仿佛就像在说 炒什么炒 你们的大部分工厂 居民住宅和政府肌肉都将被烧成渣渣 以至于天皇都躲进防空洞举行高级会议 勒令众臣尽早上一处中战方案 对于天皇的中战态度 日方陆军实在坐不住了 特别是持有玉碎决战的东条英姬 他亲自跑到一线指挥部 激励军官斗志 他说效忠天皇有两种含义 狭意思是唯命失从 若天皇下令走向和平必须服从 广义就是不听天皇的 为国为民展开本土决战 倘若天皇不听劝谨 那就可以遵循自己内心想法行事 因此 日方陆军开始大次宣传玉碎的思想 以农具为武器演练的平民随处可见 百万日方陆军具必高呼保卫本土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林武内阁对于投降公道支持不理 且对本土决战胜利仍留有一丝幻想 盟军为了加快日方投降速度 当年8月6日在广岛抛下第一颗南瓜弹 而后又是长期兜下的第二颗 同时苏联也对日宣战 面对新的紧迫局势 8月10日林武再次召开内阁会议 然而 六位大臣最终却吵了个三比三平 当日方天皇过来之时 他希望减少平民的痛苦 故此接受了波斯坦公道 意思就是一和求旭存在谋发展 但陆军认为一和就等同于投降 所以呢 日方以下刻上的常规操作就再次上演了 而这次居然又是包围皇宫 想要以武力挟持天皇 达到全体玉碎的目的 此时东京城内的少壮军官们纯粹欲动 1945年8月14日 东京进入师团起义来 这是日本在正式投降前一晚发生的事情 然而 他却是少壮军官假穿阿南为启发起的开战宣言 少壮派首先武力恐吓近卫时团长加入政变 可森师团长采取拖延之策 被田中少所看穿 于是一枪就将他给崩了 随后对外宣称近卫师团俨然起义 此刻参与政变的军官小心肝扑通扑通的跳 但开弓哪有回头剑 现在是有条件要冲 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了 他们即刻在命令书上盖上森师团长的印章 下发至近卫师团各个连队 大部分士兵记上白袋子表明起事 且命令警备兵封锁御门 一旦有从皇宫出来放送御婴的相关人员 都会被逮捕 同时下令挤出皇宫警察的武装 随后便是一心多头官兵冲入皇宫 持枪闯进地堡打掉树头守卫 享用武力抢夺天皇已经录好的投降诏书 他们暴力占领了广播电台 气焚的砸坏通讯设备 并抓捕了参与录音的人员 可是呢 在对录音人员一番审讯逼供之后 却啥线索都没查到 突然刺耳的防空警报声打破了宁静夜晚 东京城内贫民夹杂的士兵开始向外奔跑 盟军要在天亮登陆 还有第三颗南瓜带要落下的声音布局于耳 此刻所谓的一意欲碎 只不过是个幌子 保住自己小命才是梁色 凌晨三点 少壮军官政变的消息传到阿南这里 他清楚此次行动必顶失败 于是选择用剖腹的方式结束余生 他把一年前阵亡儿子的一项摆好 面朝皇宫方向开始切 但真实的情况可不像电影里那么痛快 起初并没有切到要害部位 接着又改成四川自己的伯格 可是由于帕腾又没伤起动脉 足足持续了一个小时才昏倒过去 最后还是他的内地找来决意帮他补了一针 这名曾经跟海军吵得面红耳式的陆军大将 临终前最后一句话警示 兵便怎么没把海军大臣米内给干掉 由此可见 日本陆海两军的矛盾到底有多深 直到战争结束 他们两军还在互相加价 天亮时分 东部军司令带人肃心了叛军 田中哨所的满腔梦想 只短暂停留在了录音里 领悟冠太郎觉得自己没发挥作用 都以口述命人写好了辞职书 而经历种种失败的田中哨所 加上许多头狂热军官 本人引誕四季 1945年8月15日正午 与人的投降诏书通过广播传遍全世界 而这部日本最长的一天也进入了尾声 他跟六七版的那部大相征庭 安兴趣的粉丝观众可以去欣赏原片 自分の思うところ 耐えがたきを耐え 忍びがたきを忍び 持って万世のために太平洋平かんと欲す 人はここに国体を保持し 得て重量なる南寺市民の積政に審議し 大体受制度 胃口丝观众 大体 semi 大体